Hello, 今天是5月20日 試試用FPV 機 看看今天有什麼改進 這個到後鏡呢, 我就加了一個 墊圈, 用來減震用 飛行時可以有一點幫助 有些震盪, 讓膠圈吸了一點震 注意飛行, 看出來 可以有一點下視角度 正前方方向的角度 加上這個到後鏡, 其實有好處很多 第一, 我看到機下方的情況 高速飛行, 看到後面是到後的 又可以正常飛行 前方的角度, 下面的角度 我看到, 我變成了很大的信心 現在我可以直接低飛 一會兒會在海平面 大概是2至4米飛行 途中看到一條魚跳上來 有條魚, 白色的 最低我飛到1.3米 扔一扔下去就上來 那就不要太低了 有訊號的問題 我起碼超過500米 最主要, 現在所有的數據都看不到 即是飛行紀錄都看不到 要渡飛行紀錄 現在加上飛行紀錄 它是1.4.2, 加上飛行紀錄 去到哪裏, 速度 每秒14至15米 它很省電 現在我用, 就不要用X模式 因為太過重力飛行 高速, 它的耗電能量就很高 現在飛了十幾分鐘 大概16分鐘左右 有30%回航 都可以的 但是釣機呢 一釣重東西 它的電能量消耗得很快 這是正常的 為什麼要訓練低飛呢 就是 遇到第二天 有些地方 樹林啊 低飛的地方 一定要訓練這個方法 如果不是呢 在高空飛呢 第一個問題 就是操控性 但是去到低飛呢 要運用到到後鏡 指示我左右 會不會下面會不會有東西卡到我 那我就會 遲些呢 會 多些用 這部FPV 為什麼呢 現在到後鏡之後 就開始明白多了 而且它的鏡頭 就加了上去 1.4.0 它就 裡面的東西改了 變了 我就信心大很多了 至於電方面呢 就信心大很多了 因為現在呢 就用ANMO飛行 電的耗電量低很多 那不用高速飛的 其實它每一秒呢 都可以控制慢一點 就給我一個例子 ANMO 差不多去到十四米 十五米 那我就 可以再按慢一點 十米左右 那每秒十米 那我就再省電一點 那我就會 運用著這一樣東西 控制著FOTO的油門 給慢一點來飛 那就長時間 都不用要很重力飛行 只要很快 要扔彎扔得很急 不需要的 那我現在這次呢 就試過海面 就跌了下去兩米的範圍裡面 它信號都很強的 離開這裡 大概紅色大廈 大概是700米 那地對地 現在就是 那它的信號都很強的 那主要呢 現在這樣測試呢 就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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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不太好 至於呢 玩了這麼久呢 那現在才集中精神去玩呢 那因為之前 有些數據上 我們都未必清楚的 現在改了V142 那就清楚很多了 那我可以呢 就加了我的 到後鏡去吧 那我想 FTV機都是 前所未有的了 我加上去 那就變了 到你去到一些 到後飛啊 那些被困住了 到後呢 或者 那個鏡頭 還可以改善得 還可以改闊一些 那是有些幫助的 這裡一定是 那我才夠膽飛進去 要不是我真的不夠膽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 我慢慢就開始 可以有些 少少穿越 那現在不是高速穿越 可以做一些 少少總結的 那飛行了大約 五六十公里 那部FTV呢 那最終呢 我都是 都是 最初的原意 用來起重的 到現在都沒有變 那但是我發覺呢 操控性都挺好的 它比其他機 它轉的彎 它是小很多的 轉的彎 它是靈敏很多的 這部機 可以調整的 所有的Yaz Pitch 左右的Roll 都可以調整得很清楚的 那但是這裡呢 下一步我們會去調整的 但是 一定要調整清楚 它現在的飛行紀錄呢 其實它的資料呢 是沒有辦法 錄出來給大家看一下的 只是我口述給你聽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有個大星問過我 就說 你左邊那個 加古時 可以調整一個屏幕 那個屏幕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 在暫時來說 如果 你說用來競技 用來調整給觀眾看 可能有用 但是裡面的飛行數 是完全沒有的 我就不知道它做什麼 為什麼沒有呢 那第一個問題 那你說 哦 第二天呢 就有一個 我操控的機 那另外一個 看著這個屏幕呢 可以放一條繩下去 可以做救援 或者其他東西 那這個屏幕才有作用 如果不是現在呢 就沒有辦法 必要做的 那很簡單 你找個人看 其實是看什麼呢 它不是看著這個屏幕 它是幫我看 起機 下機 起機就不可以戴著眼罩 因為打橫飛過來 就危險了 離開起碼都要四五米 找多人看著它 除眼罩起機 下機其實都要除眼罩的 那人是負責什麼呢 就是負責 有人幫你看一看一些東西 看一看 讓他知道 原來飛行旁邊那個 原來飛行到這樣 可能去到一些危險的地方 他都可能幫你注意到 但是你自己飛就 很清楚注意到 那現在呢 我就基本上 我就是要降落 你看到螢光幕呢 我就要開始降落 用來看位 用來降落 那我加了一個 這個到後鏡呢 其實呢 很大用途的 那這個降落呢 其實如果你沒有到後鏡呢 你是指不清楚 在哪裡降落 那最後呢 我會加了一個 綠色十字 下去 就用來做降落 使用的 那有些人問我 綠色十字 是不是自己本身 不是 那其實呢 你不加呢 這個鏡頭 這個突透鏡 放正了在我的畫面的中間 就是中心 來的了 那降落那裡 就在附近接近的了 那如果不是呢 就擔心你 降落到樹頂 那這個呢 絕對是有用的 這個改裝是非常之簡單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呢 我可以教你們 去怎樣改裝 買這個材料來改裝 那都是 要改裝這個材料呢 大概是15元 對啦 就已經改裝完了 那你見到 那你見到 其實是非常之便宜 啊 漂亮正 那現在呢 就準備降落 那就綠色十字 就是我訂給它的位置 那樣 正常呢 在部機裡面 是有個白色的十字 看到的 那我現在 到不到這個東西呢 那我就加回來 綠色十字 你見到的位置呢 就是看到那個位置 中心降落 那就不會降落 那些樹啊 那些其他的地方 那這個十字 很有用的 那這塊鏡 很有用的 那這個十字 其實就是我加給大家看一下 那至於我飛行的時候 加高線 是看得到 有個白白色的十字 那其他多餘的線 我就沒有加下去的 那有些 視角的線 可能你加 但是我覺得呢 可能這裡 就有少少改裝 就是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 可能要改闊少少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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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